你们这段时间一定看到了 那个刘美的波士 刘朗汉叫孙伟东 然后你们就提 孙伟东这个从波士到刘朗汉 人看着挺好的 也挺可怜 不知道网上说的是真的假的 骗钱骗回 是不是高智商的人就容易这个招骗呢 其实背后我想说 在美的波士 从波士到刘朗汉 和想象的其实是不一样的 这个事为什么引发这么大的关注 我们先说它具备热点的效应 就是它容易上热搜 你别说是这个波士生当刘朗汉 就是普通人当刘朗汉 只要是拍了美的的 在我们那儿都受欢迎 这本身就是一个很好的买卖 所以你看这里为什么引发关注 就是有反差 我们印象中刘美的波士 一定是高级白领高达上的 要么专家教授的 结果它成为刘朗汉 混得还不如我们 是不是 你看有反差引发好奇 然后又唤起了我们的同情感 就唤起了我们的那良心 感觉自己像个好人似的 还有一个从此让我们找到了幸福感 我们虽然现在很苦嘛 然后找不到工作了 然后失业了 但是你会想它活得还不如我呢 这个大冷天动得要命 让你感觉很舒服 然后再就是让你找到了一种自豪感 不仅找到了幸福感 还找到自豪感 就是看来老美那个地儿也不怎么样 波士都混成了流浪汉 让你找到了一种自豪感 还是我的家乡好 我推测视频很火和这个有关系 但是这次表面上 我还是想说背后的东西 对于这个流浪汉 小熊吕东五十十岁 应该是比我大了两三岁 江苏人 然后85年被复旦大学少年班 物理专业录取 本科毕业后 被李正道教授选去去美国身教 攻读硕士和博士 并取得了硕士和博士学位 然后博士毕业后 留校读博士后 然后随后在华尔街工作了几年 又结了婚 前期是一位华人 婚后这老婆拿到了绿卡后 就和她离开了 注意啊 我们注意这个逻辑 这是她自己说的 所以她自己原话说是 在纽约碰到了一个 我们国人 一个女的带个孩子 这个女人对她很好 就产生了感情 就结了婚了 没想到这个女人 结了婚之后 拿到绿卡之后 就和她离了 这也是一门生意啊 就是通过这个婚姻转换身份 一般是要支付十万到二十万 这是一门很好的生意 没想到这个女人呢 拿到绿卡后 和她离婚了 然后精神受到了打击 还再加上之前 被骗过三万刀 所以受到了沉重的打击 工作生活都没法进行 各位 这是她自己说的 你思考 你分析 所以人际关系出了问题 没法继续工作 然后精神不压 产生幻觉 分不清现实和虚幻世界 所以一直流浪 没法工作 流浪了十六年 而且她说话是非常正常 非常有礼貌 非常有涵养 然后对播种提供的事物 来表示感情 各位她自己说的 你把这个事再多思考一下 多思考一下几个问题 我们一会儿和大家回答 第一个就是 她虽然流浪了多少年 她不去吃不去喝的 你看她满大街流浪汉 各位你注意了没有 她没有要食物的 好像要钱了 真的不要 你们一定要知道 那个流浪汉和你想想的流浪汉不一样 她一只三餐 都有领盒饭的地方 还有她住 专门有收入所 但是你要知道 那类不大正常的人 她不喜欢在一个地方待着 所以你不喜欢在一个地方待着 你不住 你爱去哪去 真正的社会 自由社会 是你想死 没人拦你 那是你的自由 所以大家要知道怎么回事 她是有吃有助的 大概一个月 零七八百块钱 她和我们想的不一样 第二个是 我就不想说了 我想用她同学的原话 刚才我引用的 也是她的原话 我下面引她同学的原话 你说她同学 你怎么知道 她同学是不是造假 这我就不知道了 你们分析背后的逻辑性 你们自己通过逻辑分析 她同学说 我就不信一个正常人 丢了钱 立了婚 就精神病了 然后接着另外一个同学又说 就是在这个事实 筛入了编造的信息 在接受 容易让人产生第一印象 一般第一印象消除比较难 这就是通常的洗脑术 很多人不了解孙伟东 认为他挺可怜 其实这种人活该 恶有恶报 当年他在纽大 纽约市立大学 这个布鲁克林学院 读物理的时候 我当年 恰就在那里做博士后 所以认识他 他人品道德很差 向同学借几千块 包括我借了三千块 当时几乎是我的全款 搞得我差点交不出房租 然后结果他拿去赌博 快三十年了 一直没还 所以我们布鲁克林 这个物理系的几十个中国学生 没有愿意帮他 所以就这么见 然后另外一个同学说 丢钱和被女人骗 都是不了解他的别人的说法 孙伟东在复旦的同学说是 他入自华尔街后 每周坐飞机去拉斯维加斯 读博乐此不彼 后来输钱输到倾家荡产 精神受刺激 出现幻听幻觉 这个时候他老婆才和他离婚 他本人也被辞退 流浪街头十六年 我不变真几 我只是把很多语言 陈述到这 然后你们自己 鉴别 哪一个更有逻辑性 第一 你想一个事 如果是你不是和华尔街工作 如果正常情况下 七八年之后 老婆和你离婚 本来就七年这样了 离婚就离婚了 你在华尔街这么大的身份 你还缺女人 还有一个你就华尔街年薪 那个年代也得二三十万 你就丢三万块钱 你会受刺激 所以这个逻辑不严谨 所以我更相信 后边他同学说的 你想象是不是 各位你在华尔街大佬 你还担心离婚 你拔不得老婆跟你离婚的 对吧 你要知道 穷小子一般都是 小时候这个穷的时候 找不到老婆 功成名就的时候 找老婆是非常容易的 后边是跟一群的 你想象华尔街大佬 会娶女人吗 所以这个逻辑不合理 所以你们分析间别 你们不要被第一印象误导 我还分析还是这几个同学 他同班同学的留言 有一定的合理性 你不要被第一印象 说忽悠技术的情绪 说这人很可怜 你认真思考 就是我一代说 问题不是问题 问题背后的问题 才是问题 各位他赌的是正常的大学 赌的还是少年班 还有印象吗 他赌的少年班 我分析背后真正的原因 就是他赌的大学的少年班 害了他 他是教育的牺牲品 少年班的牺牲品 这种人最忌讳的就是高智商 又缺乏真正的情商教育 或者是高智商的人 缺乏正常的人类的温暖 你光让他学习了 他得不到人和人之间 包括他和父母之间的关爱 然后这就出了问题 我认为这是最根本的问题 所以如果你们要是不相信 你们就思考一个问题 就是为什么少年班被停了 我们以前是谁赌了少年班都是天才 但是各位少年班为什么被停了 你就知道怎么回事 小孩你就知道 十来岁的孩子 他不是学习的时候 他是享受温暖温情的时候 他是自由放飞的时候 这个回事吧 结果他这块需求 你给他压制住了 你让他关在家里天天学习 他这块需求 他这块情感就缺失 还有一个他人格上某某方面 他就会缺失 所以这时候他就长成了一个不健全的人 就是高知商低情商 人格又严重缺陷 所以我想说真正的原因 是无脑的教育被害的 导致他们又成为正常的健全的人格 这是我分析的 你们想象全球谁有少年班 就想当初 就我们有少年班 我们那个少年班和当初的大链钢贴 有什么不一样 我们的少年班和那个吊丝进到城 想一夜暴富 有什么不一样 和现在我们看到的短剧 就是我一个送外卖的 我一个午夜保安 然后突然碰到了一个总裁白富美 然后有一个艳遇 他爱上我了 有什么不一样 各位这本质上不就是一种吊丝心理 想弯道超车吗 想一夜暴富吗 只不过是一夜暴富的领域不一样 谁不都是那样呢 在具体你就看我的那个思考的原点 那么可 就是你们有一定的驾驭能力一听 没有驾驭能力别听 你最起码有一定的经济能力 还有一定的阅历 你听 否则你又别听